部長那你前幾天有就是說要戒菸 那外界認為說這是不是有選舉的考量 那立委的鄭日鵬說是國民黨很害怕你參選 你怎麼看 戒菸對於抽菸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如果在選舉前做這個動作反而帶來風險是更高 如果有選舉的考量 我寧願不選擇這樣的一個路 鄭日鵬說藍營質疑你 對不起 戒菸是在造勢因為國民黨很怕你參選 我剛才已經有解釋過了 其實就是一個在這一方面董事基金會的推動 也讓我很感動 然後第二現在確實在我們的淵害防治法就要推動了 那我當相關部門的主責的人物 我覺得我應該做一些事情 李敖的女兒李文說您沒有什麼優點 尤其是戒菸50 抽菸50年才戒菸 難怪唱歌像Nakashi 對我想見仁見識 對我想見仁見識